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师父 各位居士 各位大德 各位善知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到天台中派教学 试炼处卷第一 第十一讲 问何不先说大圣试炼处 前面我们讲完小圣三藏教的试炼处 那现在说问约 这个问约是属于作者的制色问答 那也就是说一般人都有一些疑问 那在讲法当中 这个除了讲法以外 在做一个制色的问答 将大家的问题提出来 那在天台帐里面 有一些这个问约 实则是相当重要的 那这个问约 所以大部分都是解释 也解决一般的初学者的问题 内心中的疑问 那作者将他制色问答提出来 所以这里问 何不先说大圣试炼处 问为什么不先讲这个大圣试炼处 答经中俱二意 说经中也就是佛说法 有两个法意 日照高山则先大 若出自路院则先小 说日照高山 那这个日照高山出自花圆经 佛出尘道 这个高山 照代表佛的说法 那高山山上最高 代表最上立根 花圆三照 有这个什么 日照高山 然后西谷 然后平地 那也就是说 佛说法的时候 这个先说这个法界法 那教化呢 最上立根 若出自路院则先小 那若是以调手来讲 那先到路也院 说小圣法 那也可以代表了 佛出尘道的时候呢 遇让一切众生皆成佛 先说圆满法 跟着呢 为顿根的众生 开始做调手 所以呢 初说先讲小圣 说今先说小圣 其意有实 那现在为什么要先说小圣 后说大圣呢 说这个法意啊 有实 一为用故如敬明 为国王长者 说无常苦空等 那第一个是什么 用 用就是在利他 那利他呢 如敬明 也就为摩杰 为国王长者 说什么法 说无常苦空等 说世间 是无常 是苦 真实相呢 是空 信空 无生 那二 未破故 破呢 就是破直 当除 无占 灵得 运锤 沾是什么 沾板 那这个锤子要打下去的时候呢 下面是不是要有东西 好垫着 对不对 那这样子锤子才有办法打嘛 对不对 那这个未破就好像是怎么样啊 这个当除破直一样 说如敬明 破实 地直 那这一边呢 这一边跟前面 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出 有什么关系 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那国王长者代表什么人 大家先看嘛 教化的对象 国王长者和实地直 他们有什么不同 国王长者 这个时候是代表是 在家 我们可不可以看到 国王长者呢 是不是代表在家人 十大弟子呢 是出家嘛 对不对 那国王长者 未说什么 这一边讲的法 是讲这个什么 讲说世间无常苦空 对不对 那这个 那下面是讲 破实地直 对不对 这一边在破直 应该还要再看到 下面那一个 下面三 未射故 有没有 射就是射受 如敬明 室内说生有苦 而不乐于涅槃 说生有苦 而不乐于涅槃 国王是怎样呢 未用 这一边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三个的关系 那国王长者 这个代表是什么 在家人 在家 那一般呢 我们讲过小圣 小圣法呢 它有分为 讲的内容 讲的内容呢 有区分 首先区分呢 一个是什么呀 应该写世间 跟初世间 欧涅槃小圣里面呢 法译呢 有两种 一个是讲世间法 一个是讲呢 初世间法 那初世间法这一边就分为什么法 出世间就分为什么 讲什么法 讲生文法 讲呢 圆觉 圆觉 还有呢 菩萨 生文圆觉菩萨 这个是属于初世间法 那还有讲一个什么 世间法 世间法讲什么法 对 人天因果 善法 那人天因果善法 一般我们讲啦 就是讲什么 十善业 有没有 讲十善 十善那最圆满的嘛 十善业 但是在这边讲呢 在这个人天因果法 有没有讲这个无常苦空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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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是淘宝网买的 尾经 这个人天善法是讲人天因果善法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讲不讲说 这个苦空无常 无我 这不讲的 不讲这个 不讲这个 这个要 第一个我们这个法意呢 你一定要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你要弄清楚 世间讲人天因果善法 他就不去强调呢 无常苦 这个呢 初世间才讲这个什么 无常苦 说世间是无常的 是生命的 那人世间是什么 一切皆苦 那说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你 脱离生死 轮回 对不对 知苦断疾 木媚 修道 对不对 这小圣行人嘛 所以初世间法呢 才告诉你这个什么 无常苦空 才告诉你这个无常苦空 若是在家的话就 不讲啦 就不讲 那我们呢 这一边呢 讲无常苦空 为国王长者 讲无常苦空 那因为呢 这个出家人 从哪个地方来 对嘛 出家人从在家人来嘛 对不对啊 那因为呢 你听了无常苦空以后 中了毒以后 啊 我要想要出家去宴礼 对不对啊 要断生死 要正涅槃 对不对 如果是呢 我们不听我们佛法呢 那晓不晓得说 要去断烦恼 要去正涅槃 知不知道 就不知道嘛 对不对 那听闻佛法呢 世间无常苦空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呢 就要去断烦恼正涅槃 那所以为国王长者 说这个怎样啊 世间无常苦空 对不对 那讲这个出世间法 那出世间法以后呢 这个断了烦恼 对不对啊 有了出离心 对不对啊 这个时候修行断了烦恼 好了 第二个 未破实地值 那实地值就代表出家人 二胜行人 对不对 那破呢 这边是什么 破直 这一边呢 实地值 我们讲这一边呢 文在怎样啊 未破故 对不对啊 未破故就是什么 破除 那这个就像呢 我们讲说 维摩解记事 对于这个五百地值的论难 有没有 种种的论难 就是呢 在破直 那破直的目的在哪里呢 在室内的摄受 室内的摄受 那这一边呢 破直呢 是一礼破四 前面呢 我们三藏教 最主要是在什么 讲的是俗地理还是真地理 对 用的呢 可以讲呢 我们可以用的 都是用俗地理在讲 用俗地理在讲 那这里的破直呢 是用什么 真地 用真地理 那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呢 用理来破四 用理来破四 那前面呢 说要断烦恼 正涅槃 对不对啊 那这一边在讲什么 烦恼本空 烦恼本空 涅槃呢 涅槃也是空 世间本来就有一个无声 那你强作主宰 认为有一个我 有一个世间 有一个初世间 有一个生死 有一个涅槃 那这边在破直 那第三个什么 未涉顾 涉受 涉受呢 室内说怎样啊 生有苦不乐 涅槃 生有苦不乐涅槃 说生有苦 说呢 人在世间 世间 前面呢 是小圣的讲法 小圣啊 讲说世间 是无常 是苦 对不对啊 那大圣讲 世间 是常 还是无常 世间是苦 还是乐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小圣说 跟大圣说 你破直了以后 就要涉受他入大圣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先看 这边小圣 小圣呢 讲无常苦 说这个世间 是无常 是苦 大圣呢 那说这个世间 是常 还是苦 说世间是常 那苦 还是乐啊 乐 听你说的 是不是 都讲错了 世间怎么会是常呢 怎么会是乐呢 世间本来就是无常 大圣讲的常 是什么 世间是永恒的无常 永恒就变什么 不变 这个叫做常 小圣跟大圣 四项都是一样 小圣讲世间无常 大圣也是讲什么 世间是无常 你看这个世间 哪里是常 不是吗 一定会生媚的 对不对啊 因为什么 这个世间是因缘和合而来 只要是因缘 一定是生媚 一定是无常 说生 生是怎样啊 是苦 说生是苦 那说生是苦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断苦 去证涅槃 对不对 对 说不对 刚才讲了 这个涅槃 涅槃是什么 涅槃是空 对不对 那生有苦 为什么生有苦呢 因为一入到三界 那你要五阴身 不要五阴身 那菩萨断生时 正涅槃 不住涅槃 还入三界 对不对啊 那还入三界 那菩萨有没有 有没有烦恼 他痛不痛苦 那痛苦 他这边有分两种 有一个心理跟生理 以心理来讲 他有没有痛苦 对 没有痛苦 没有烦恼 但是生理呢 对生理就有 因为只要有生理 生理他就有怎么样啊 就有生命 沉住坏空 你再来 再来要不要吃饭 要 菩萨再来 要不要穿衣服 要嘛 对不对 既然你要十一住行的话 那这个就是烦恼 那这个就烦恼 那烦恼这个有苦 所以大圣也是讲 是什么 世间是无常 只要是因缘合合 就是无常 无常不永恒 就是苦 就是苦 但虽然是如是 但是怎么样 不乐涅槃 前面小圣要断生时 正涅槃 住涅槃中 对不对啊 但是现在说怎么样啊 不乐涅槃 不乐涅槃代表 住不住涅槃 他不住涅槃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 生 有没有一个真实生 没有 真实的生是什么 对是空性无生嘛 对不对啊 那因为你强做主宰 懒生为己 才有一个真正的生 那你若是不强做主宰 不懒生为己 那也没有生 那就没有嘛 对不对 那菩萨呢 入三界 虽有生 对不对啊 生有苦 我们刚才讲 有生理的需要嘛 对不对 他也是一个无常 对不对 所以生有苦 但是什么 不乐以涅槃 他也不住涅槃 那所以呢 这一边 生有苦 不乐涅槃 这一边就入到哪里啊 入到 这个 这个启用 那启用这一边就入到 这个甲官 前面呢 我们讲的这边小圣是什么 是空官 这一边讲的是空官 生有苦 不乐涅槃 这一边呢 就入到这个什么 甲官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用什么 甲官 荡除 界内的空官 那本来他们呢 无常苦 要断生死 正涅槃 对不对啊 那住涅槃中 那菩萨呢 不住涅槃 从空启用 一能用 当除 不能用 可不可以 所以你看呢 这一边 第一个未用 讲菩萨 如何教化众生 对不对 跟着呢 既然断了烦恼 说出家人 对不对啊 破除这个二甚行人 那破除呢 就是最主要是什么 室内的射受 说生有苦 不乐于涅槃 那不乐于涅槃 这边就代表呢 能从空启用 是未会故 会就是会入了 最终的目的 如大品真宗 明诸法皆是 某喝盐 这里呢 最主要呢 在会入一切法 入大圣 色受最主要是 会入也就是说 引导一切众生 入大圣 无畏开故 开就是指方便法了 那如法法 绝了生文法 是诸经之王 大经云 为出生文 开花会言 开这边就是讲 这个前面 会入 然后会入以后呢 再反观回来 再反观回来 说这个种种的方便道 譬如呢 我们来看到这一边 我们以生文的位阶来做比喻 我们初学者的时候 从这个外反开始 对不对 外反初学 学什么呢 学五听心 学别相恋 学总相恋 对不对啊 跟着定会相应 一路修行 软定人 是第一 对不对 那到了圣位 这一边可以讲说是道前 见到位之前 见到位之前呢 种种的方便散巧的方法 对不对 那这边真不真 这边真不真 这边不真 入了圣位以后 见到位以后 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啊 正真啊 对不对 好 正真了以后 从见到位以后 从见到位以后呢 这个时候 道后呢 这边是无肉 无肉形 对不对 道前呢 是有肉形 那我们从呢 那我们从呢 这个外反 五听心别相恋 总相恋 软定忍 四第一 这一边都是属于 智利啊 是利他 对 这个都是在智利 能不能够化倒他人 不能 因为自己还未正真 搞得对不对 有时候也 也不知道 到了圣位 见到位以后 这个时候 无肉形 对不对 已经正真了 正真这时候呢 往前 往回一望 回来一看 你过去所写的道前 种种的这一种怎样啊 散桥 这个散桥的方便道 散桥的方便道 这个时候呢 你正的圣位 回来往后一看 这个时候呢 真不真 真不真 对 变真 这个时候就变真了 以前是方便 现在变真实 那以前是方便啊 那现在为什么是真实呢 因为以前方便是有肉的 现在回来一看 他就变成是什么 无肉的 那也就是说 过去所学 当你正真以后 往回一看 那这一切 就不是方便啦 就变成是真实 而且是为你所用 以前我们也举过一个例子 当然呢 这个我们呢 刚开始是读了什么 国小 对不对 跟着读什么 国中 跟着读什么 读了高中 跟着呢 就是读了高中以后 那我们觉得呢 过往的学历 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呢 不好用 因为人家工厂都不带药 对不对 好了 那高中以后再读了大学呢 好不好用 这时候好用 这时候好用啦 因为到了大学以后 你呢 可不可以回去呢 当国小的老师 可以 可不可以当国中的老师 当高中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你们到底有没有了解高中的老师 他的学历啊 对啊 那高中的老师 是不是也是来自大学 是吗 只要你大学毕业 你就可以教什么 国小 国中 高中 那可不可以教大学 那个是当助教 那不一样 那还不算真正老师 那大学毕业 为什么可以当 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啊 他所教的那种 跟以前所学的一不一样 对嘛 跟以前学的一样嘛 对不对 只不过呢 你可以看得到呢 他到大学毕业以后 代表他的熟练的程度 认识的多不多 多 你若是只是读到国中 那可不可以去当国小的老师 不行啦 这个认识太少 而且心智没有成熟了 这不可以的 小孩子 带小孩子 只能玩家家酒而已嘛 对不对啊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要大学毕业 那你可以看 大学毕业 他回去国小国中所教的 都是他过去所学的 对不对啊 那一定要到大学毕业以后 才能够用 若是还没有读到大学 人家用 要不要你 不要的 对不对 那这个跟我们呢 这个位阶很相似 当你在呢 五庭星别相恋 总相恋的时候 可不可用啊 不可用 自己都迷迷糊糊 对不对啊 到了软顶人 四滴都还不行 到了见到位以后 对不对啊 发针无肉 这个时候 正针以后 往回一看 过去所学的 只是智力 不能够用 现在呢 一正针以后 回来一看 那过去是方便 现在就为你所用 那这个用呢 那刚才我们在讲呢 这个 未破 未破就是声闻人啊 正空助空 正空助空 所以要破除他 那射受就是在讲什么 再讲用 再讲用 那 那会入呢 大圣 第五未开故 你看 如法法 绝了声闻法 是诸经诸王 那法法 法法 绝了声闻法 诸经之王是指法法 最为圆满 那呢 最为圆满 那在讲声闻法的时候 实者声闻呢 声闻有没有离开 这个 这个佛圣之法 是没有的 就像说我们前面学的是方便道 五庭心别相恋 总相恋 到了剑道位 出国的时候 来 有没有离开 这个所谓的五庭心别相恋 总相恋 也没有 实者都没有 乃至呢 软位有没有离开 五庭心别相恋 总相恋 没有 软顶忍四滴呢 都没有离开 对啦 所以整个基础在哪里 实者修行啊 整个基础在哪里 都是在这个外繁位啊 这里呢 就是一切的基础 就像我们的地基一样 地基打得越深 楼层就可以盖得越高 你可以看到哦 后面的软顶忍四滴啊 实者都是他的什么 正上 我们讲的家型位 你可以看到呢 剑道位出国是哪个正上的家型 四滴的正上家型 四滴又是哪一个的正上家型 是忍位 忍位又是顶位 顶位又是软位的正上家型 软位是什么啊 五庭心别相恋 总项链的正上家型 对不对啊 所以整个整个呢 实者啦 整个修行 最重要就是在这个外繁 所以外繁又叫什么位 叫做知良位 那一般呢 我们初学者呢 一看到 哎呀这个是最差的嘛 这个最底层外繁位 所以一般人呢 忽略他不愿意学习 哎呀都喜欢学习哪里 啊后面 哇这个无路这边 大家都要这里 但是有没有人注重这里 都没有 实者大家都搞错 知良位 以前我们在讲 什么叫知良呢 行人要到远方 要到远方呢 越过高山 要经过河流 对不对 你除了带钱 还要带什么 干粮 饮水 而且这个东西要充足 才能够到达你的目的地 远方 如果是带了不充实的话呢 分分钟都是中途 夭折 那整个修行位呢 你看定跟会 都是在这一边 对不对 禅定跟无生理事项都是在这里 这里没有搞清楚呢 有没有办法往后走 那你就没有办法往后走 所以一般人呢 你看都是看后面 但是不注重最前面 实则最前面这一边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到前是方便 到后就为他所用 到前是有肉 到后以后就变成是无肉 所学所正一切 没有离开 知良位 所以知良位呢 小圣这么说 大圣也是这么说 最重要就是在这个知良位 那这一边讲呢 如法华绝了 生文法是诸金之王 说这个呢 本来呢 我们是讲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生死界 有一个涅槃界 还有一个呢 法界 对不对 现在呢 法法经讲的是什么 一真法界 这个法界观 直接讲这个什么 生死 即涅槃 那这个小圣法呢 有没有离开这个法界呢 没有离开法界 他是属于法界观的 一法 法界观的一法 这个生文人 正空 对不对 那 这个呢 生文人是空观 菩萨呢 做假观 在法界观里面 他的本体就是空 本体就是空 所以空观呢 也可以称为总相 一切法 诸法皆空 那 那这个是不是 法界性 对 法界的性 就是什么 空 所以 小圣为根本 那这边在讲 体用相及 对不对 空中之不空 那体用相及 在讲用 那用就是属于 假观 那所以这一边就是怎么样呢 空 假 观 怎么样啊 相及 相及就等于是 中道 第一观 中道第一观就是法界观 那所以呢 前面呢 前面我们从 欧涵方等般若 这我们在讲 经过这个调手 也就是这个赤地观 先做空观 对不对 跟着假观 跟着入道 中道第一观 跟着汇入 现在汇入就是什么 在融通 将这一种赤地观 作为这什么 一个法界观 极空 极甲 极中 那讲这个极空 极甲极中 最主要为谁讲呢 最主要是为我们 凡夫来讲 对菩萨还要不要讲 菩萨利根 一听就知道 最主要是为我们凡夫讲 你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听闻这种法界观 因为我们是要凡夫嘛 对不对 那听闻这个法界观 那有没有身种下善根 有嘛 那你就种下善根了嘛 那将来可不可以直接做法界观 可以嘛 你就可以直接做法界观 直接 入佛圣 行佛道 需不需要再赤地 就不需要 所以 讲这个法界观 最主要是什么 引导众生 入佛法界 直接去入佛圣 做法界观 那这一边就体用相及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一边在讲 如法法 绝了生文法 是诸经之王 那前面在会入 对不对 会入就会入到法法 大经民 为诸生文 开花会言 六 为学者 视外邪内屈 不为邪屈所悟 为学者就是为我们初学的人 外邪 外邪就是外道 不正确的自见 知道怎么样 外道不正确的自见 而且什么 内屈 内就是指 我们佛法里面 屈 屈就是不直 那就是指赤地观 让你知道赤地观 不为什么学区所悟 不为外道 以及怎样方便法 方便道 之所淡路 让你直接去入到佛圣 不要以方便为真实究竟 七 为生文人破趋 说 如其是否方便 闻 末世辟说 知其坏乱半满 跟着为生文人破趋 趋相对的就是直 趋相对就是直 那这边有赤地观 跟圆融观 一心三观 那这边为生文人破趋 就不需要再怎样 说 不需要再透过赤地观 而且可以直接入法界观 那也就是这边讲 知其是否方便 是否方便 佛说这个三观 空观 假观 最主要要入到中到第一观 那现在为生文人只是说 空观 那生文人为什么不直接说 这个法界观 为什么还讲先讲空观 怎么不直接为我们讲法界观就好 还跟先我们讲这个空观 法界观 这一边教化的众生说是什么 最上利根大事 最上利根 这一边在讲 法界性贤 也就是空性的贤 一切无非都是法界 一切无非都是法界空性的贤 那空性的贤有没有我 没有我 对的 一切无非都是空性的显现的作用 当中没有我也没有你 你说凡夫 凡夫可不可以没有我 不行的 等等我们还要再回家 看我们的孩子先生老婆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讲这个法界法有没有用 就变成没有用了 所以这里是教化最上利根大事 最上的利根 那我们听闻 这样我们听闻有没有利益 有啦也是种下一个善根 但是有没有办法做到呢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一开始就要入到无我 那你说我们反复如何无我呢 对不对啊 你看当我们的亲人啊 当我们的财产 当我们的儿女遭受到损害的时候 你找不找对方报仇啊 对你很老实 对早怎么不早 对不对啊 对啊 那法界观里面讲说 有没有我 没有我嘛 对不对啊 那没有我要不要早 就不早了嘛 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可以不早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法界观对我们来讲啊 以我们生死反复来讲啊 现在天文只是种下一个善根 有没有利益 没有利益的 我们利益在哪里 从甲入空关 从甲入空关 对我们反复来讲 才有利益 而且从甲入空关呢 要讲什么关 西空关 体空关都很难 体空关就已经当下就怎样啊 无我了嘛 极色是空嘛 对不对 一切就入到无我了 但是我们反复可不可以 不行 我们还是要透过西空关 透过什么 艳离 来控制我们的烦恼 没有办法直接入理关 没有办法 所以除非你是最上利根 那这一边讲呢 为我们初学者啊 知道外道的什么 学说不正确的利益 还有知道怎样啊 这个谁啊 次第关 不为次第关所误 我们可以直接做 法界原容关 直接入法界 那卫生人破区就是怎么样 知其是否方便 因为我们一直 我们一直透过怎样啊 空关 甲关 然后入到 这个中道关 对不对啊 那知道呢 是否方便 他师器呢 这个善巧方便 闻末世辟说 知其坏乱半满 也就是大小胜 半满就是大小胜 这个混淆 混淆这个大小胜 如有人言 如有人言 品坏见有得道 成论见空得道 到非有空见 有空哪得道 这里休息一下啦 我们再继续来说 接著我們來看到七位生文人破區 破區就是方便 破除方便 顯真實 知其是否方便 問莫是屁說 知其壞亂辦滿 那這個最主要就是在講說 佛有這個赤地觀和圓榮觀 最主要要引入到佛聖法界觀 那前面講的空觀假觀 只不過講這個生文法 講這個菩薩法 最主要是方便說 那這個最主要 當除默示的人 這個不正確的說法 這個壞亂這個大小聖之說 我們之前也講過 這個大聖講六度 小聖也講六度 所以現在人也搞不懂 那學小聖的說你們有六度 我們也有六度 為什麼你們叫大聖呢 那我們就叫小聖呢 那學大聖的人也搞不懂 對嗎 歐漢經裡面也有六度 那我們大聖經典也講六度 那他的怎麼是小聖 我的是大聖呢 結果他就變成怎麼樣 也認同他對你們變成大聖 自己變成什麼 小聖 這個壞亂辦滿之說 那這個都是對法裔不知道 他不曉得藏教 他只是講的是什麼 是空官 對不對 那跟這個中道官 他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六度都不同 所以如有人言 有人說 說什麼呢 彼壇見有得道 成論見空得道 對不對 這個前述我們不是也有講嗎 這個歐彼壇 歐彼壇呢 這個最主要呢 他是講友門 成論呢 他是以空門來講 那友門也好 空門也好 最主要他們要表達的都是怎樣 同入這個什麼呢 信空 無聲實相 友門應該是信空 空門這邊應該是空性 空性無聲實相 那兩個都是以入空為終極究竟 那這個就是小聖呢 這個見有見空得道 那就講呢 道非有空見 有空拿得道 但是實相無聲 實相無聲是不是空跟有 實相無聲是不是空有 對 也不是空也不是有 但是怎樣 我們講 但是怎樣 我們講 因假有見真有 因假空見真空 對不對 那呢 道非有空見 這個解脫道也就是無聲實相 不是有見也不是空見 那有空見呢 若是落入到有見跟空見 哪里能夠得到解脫道 我們講說不偏二邊 不偏空有二邊 斷腸二邊 對不對 對不對 說呢 若從此詩之說 若是像前面 彼壇詩還是成論詩所講的 那佛教小聖教中有無二門便是無用 不是 若從此詩也就是講說 道非空有見 解脫道不是空有見 有空哪得道呢 說若從此詩之說 若從此詩之說 那佛教小聖有無二門呢 那就變成怎樣 沒有用啦 就變成沒有用 那若是沒有用呢 那中論呢 中觀論 龍術菩薩呢 哪裡會說呢 欲問生文法中入第一 如後良品說 那中觀論後面呢 就有講啦 講呢 欲聽聞這個生文法入第一 就像後面良品所說 那中觀論前面呢 破直 當直以後呢 那後面講的大聖 前面講大聖 那大家要知道 大聖經啦 這個大聖經呢 他有他的講法 第一個 他的講法 第一個 破直小聖 第一個破直小聖 第二個 講大聖 第二個 講大聖 那第三最後 說如何入大聖 大聖經中大部分 第一個破直 第二個 就講大聖 那大聖講完了到這一邊 是不是整個都完了 那講到這一邊 大聖表達了 但是大聖講得好是好 但是對我們反覆怎麼入啊 有沒有這個問題 對有這個問題 那如何入大聖呢 如何入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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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很大迷惘的地方 大家看到最後 後來被大聖經就變成小聖經 這是大家迷惘的地方 你要知道喔 小聖這邊講界內 對不對啊 界內法 入空性為終極究竟 大聖法講到什麼 界外法 界外法講到它的用 對不對啊 從空起用 那有沒有背離小聖法 沒有背離小聖法 我們可以講說小聖的終點 大聖的起點 對不對 小聖正空不能用 大聖正空能用 對不對 所以大小聖它的共通點都是在空性無聲 這個是它的共通點 只不過一個能用 一個不能夠用 用有究竟跟不究竟而已 對不對 那現在講完大聖法 這個大聖經講完大聖法 那講菩薩聖還是佛聖 我們先不要理 那現在呢 教導我們凡夫 那如何入大聖 對不對啊 這個才重要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反覆主要入大聖 先講小聖 不是叫我們要入大聖嗎 所以你們這些人太危險了 看大聖都變小聖 來 我們先來看 這個呢 小聖斷生時正內盤 對不對 好 菩薩呢 入大聖從空起用 身吻不能夠用 對不對 所以呢 身吻這個小聖 是做這個空觀 對不對 大聖 這個全教 全教這個菩薩呢 是做的是什麼 是做的是假觀 對不對 以能用 破不能又用 對不對 好 還有一個呢 這個佛聖 這個中道第一觀 對不對 中道觀 這個佛聖 這個是大聖的十教 這個是大聖的十教 體用究竟 好了 那現在我們要入到這個大聖 全教還是這個十教都好 好 那為什麼要跑回來先講小聖呢 怎麼搞的沒有直接講大聖法 又跑回來小聖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小聖呢 我們強調在 智利 大聖我們強調在什麼 利他 對 大聖經強調在利他 怎麼利他 我們不理啦 假官的利他跟中道官的利他不一樣 對不對 反正就是要利他 那要叫我們入大聖 入大聖的前提要怎樣 要利他 我們剛才講的嘛 等等下課你還要再回家看你的老婆先生孩子 那你是不是貪嗔痴還在 那貪嗔痴還在 那怎麼利他 那貪嗔痴還在 那怎麼利他 對不對啊 你的貪嗔痴都還在啦 有沒有辦法利他 有啦 小恩小會啦 對不對 尖個150可以啦 對不對 再多可不可以啊 大家都不講了嘛 對不對 150可以啊 再多不行的嘛 對不對 所以雖然要入大聖法 但是要怎樣啊 先從小聖來 因為要入大聖 直接就要利他 那你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你必須要前從小聖而入 對不對 對不對 不但是全教還是什麼 實教都要先入空性 講小聖法就是什麼啊 先入空性 正德無我再說 你有我的話呢 都沒有辦法談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啊 有我就落入到世間還出世間 對 就落入到世間 凡夫的嘛 對不對啊 那你一定要先怎樣啊 正入到初世間 空性 無我 對不對 正入無我 那才有辦法啟用嘛 對不對 你連空性都沒有辦法正到了 那你如何啟用呢 所以呢 雖然講大聖 為什麼要先講小聖 大聖講了那麼好啊 以後要怎樣啊 從小聖做起 還要從小聖做起 才有辦法 就像說怎樣 這個父親鼓勵自己的小孩子 對不對啊 哇 你看人家大學生畢業以後 你看呢 哇 去上班吹冷氣 對不對啊 動一隻鼻 你看上班輕鬆 領的錢又多 你看我在馬路上天天 你看 旱老夾背的 冬天又冷的藥食 夏天熱的藥病 坐著回來腰痠背痛 時常被罵豬頭 對不對啊 領的錢又少 那孩子會不會發起向往之心啊 不要跟爸爸一樣 將來呢 去吹冷氣 對不對啊 領的錢又多 但是爸爸講完了 要告訴孩子怎樣 對嗎 你去學校你要用功一點 要去吹冷氣的話 你要有高學歷 對不對啊 你要有高學歷 腦筋要好 你才能夠去吹冷氣 對不對啊 那所以呢 鼓勵完了到最後就是什麼 好好讀書 對不對啊 小學 國中高中 好好讀書 將來好入大學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一樣嗎 講了大聖經 先破斥小聖 跟著講大聖 大聖跟著到最後 因為什麼 講了畫了一個大餅以後 最主要能夠吃到大餅嘛 對不對 那如何吃到大餅 就開始告訴你如何入大聖 要從小聖來 所以這個也就是說 一般人看不懂 看不懂的地方 看來看去好像到最後看成什麼 大聖變成小聖 迷惘的地方 後面就是在告訴你 為什麼大聖講 後面他去講小聖呢 那你如何入大聖 要從小聖來 但是你不要搞錯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是講 中論就是講 一文升文法入中道第一地 如後兩品中所說 那各是異佛 嗜哭之教 經未甚之 各是異佛也就是說 這個個別這一些人講了怎麼樣 障礙佛法 障礙佛所說 嗜哭之教 經未甚之 哭就小聖叫 現在為他來做解說 那這一邊也就是說 不要將方便道認為是什麼 真實道 你不要將小聖誤認為大聖 這不同 八 沒是殘忍 第八呢最主要是什麼 為末法呢 這個末世呢 學殘忍 說 內政空結 同 同這個什麼 莫瓜尼劍 破戒行惡 十分柔行 未是大聖 同戒取尼劍 壞亂佛法 壞亂佛法 方便道 金霜生枝 這個尼劍呢 這個尼劍呢 就是呢 我們講的這個經中看的尼前 我們看到經中的尼前子 那翻譯的不同呢 有時候寫這個錢 有時候寫這個什麼 賤 還是尼劍子 那 說呢 這個佛經中啊 稱這個教派為尼前還是尼劍 是尼開束縛的意思 那這個教派的教徒就稱為尼前子 又稱他們為柔行外道 所謂的柔行就是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 他們甚至有個教派呢 這個是不但是柔行啊 就是裸體 柔行呢是不穿衣服而已 柔體就什麼 連褲子他也不穿的 這個在印度有啊 這個我去過一次印度呢 他們有去看他們那個印度廟 這個外道的廟 確實有這個造型 這個全身透光光的 這種就變成了這個柔行外道 那 那這個是其他叫早期啊 的早期 創始人呢 法達摩納自稱自己是24代 這個 帝爾丹家啦 就是他們的祖師 那 那 戴達摩納呢 就被稱為 大雄尊者 大雄就是大勢力 所以你看呢 我們這個佛殿又叫做什麼 大雄寶殿 你看我們的名詞很多呢 使者都跟他們是一樣的 都跟他們一樣 所以我們 這個小聖裡面有歐羅漢 外道呢 也有歐羅漢 都一樣的 但是內容呢 意義就不同啦 所以在印度啦 對這個修行有成就的人呢 他們都會稱他為歐羅漢 修行者他們就叫他們為仙人 那這一邊講的呢 說這個 像這個 柔行外道 那柔行外道呢 離開束縛 那這個呢 他們有時候怎樣 破戒惡行 十分柔行 說怎樣呢 位是大聖 那大聖呢 我們講過 什麼是抹喝眼的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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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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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聖一開始就講 無我 那既然無我的話 所以呢 就變成 很多人在講 不執取 不執著 為為空 為為空 無我 所以這個時候就變成 有的人就變成 像這裡所講的 破戒惡行 破戒惡行 也就是說怎樣 綠儀 沒有正當的綠儀 也就是他的行為不正常 表現在哪裡呢 你看 十分柔行 十分吃什麼 他去吃大便 柔行不穿衣服 他認為這怎樣 無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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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什麼 大聖的 無我 那大聖的無我呢 那無我是不是表現在這個 外表的造作 如是的 這個無我呢 有兩種 那這個呢 我們在講呢 這個 這個 凡聖的差別 凡聖 凡聖的差異 說 在平凡當中 顯現不平凡 第二種是什麼 在不平凡當中 顯現很平凡 那四尊是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四尊是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是第一個 是第幾個 是第幾個 四尊 四尊 之所以為人 所遵從 是在 表現的他怎麼樣 實在是太平凡 在太平凡的當中 顯現出他的怎樣 不平凡 也就是說啊 這種人正不正常 對 他是當一個什麼樣啊 正常人 這個是一個正常人 在不平凡當中 顯現很平凡 這個代表怎樣啊 這一種人呢 代表他的怎樣啊 代表他的精神有問題 所謂精神有問題 就是思想已經出問題了 在不平凡當中 顯現怎樣啊 太平凡了 那 那 四尊之所以為人所推崇 就是因為什麼 他表現的是在一個什麼 很平凡當中 他成就佛到以後 要不要吃飯 要啊 他不要穿衣服 要 冬天會不會冷啊 會 夏天會不會熱 會嘛 會嘛 對不對啊 他會不會生病 他說也會生病 他會不會笑 會不會笑 會 他不會悲傷 會 很平常的 等到表現出他內涵的什麼啊 不平凡 很多人啊 住在山裡面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住在山裡面呢 這些出家人怎樣呢 也有留長頭髮的 也有留長頭髮的 也有留長扶須的 也有出來穿西裝的 也有戴帽子的 也有穿的破破爛爛的 也有出來拿一支襯子的 什麼都有 這個就是佛經講的什麼啊 顯易獲重 嘿 他表現得非常的怎樣啊 不平凡 都跟你不一樣的 啊 現代人 哪有出家人 這個頭髮 留的長長的呢 對不對 扶須留的長長的呢 啊 他就專門幫你怎樣啊 留長頭髮 長扶須 大陸有一個呢 出家人 哇 留扶須留很長 還整理得很漂亮喔 他們講 光是他為了那個福祉 一臉就要花了至少十萬塊的人餅幣 啊 人長的 哇 啊 很莊嚴對不對 啊 但是就是 留的那個什麼 長扶須 來迷惑眾生 那眾生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啊 太喜歡啦 啊 喜歡的人代表你跟他是同類 有問題的 啊 有問題的人跟有問題的人在一起 對不對啊 那這個就是在什麼 在不平凡當中顯現出 很平凡 很平凡 那這一種呢 那這裡為什麼會講呢 好像泥劍子一樣呢 破戒惡行 啊 有的人又抽菸又喝酒 說怎樣啊 哎 這個都一樣 無我 啊 那就 還有就怎樣啊 十分柔行 亂亂來 脫光衣服 然後再代表說怎樣啊 哎呀 這個我怎樣 不執著 你不要去執著 那所以我們講呢 這個 鎮定跟鎮定的差別在哪裡 對 對 要合乎立語嗎 對不對 立語就是說啊 你的行為動作 你的行為動作 你要跟常人 是一樣的 你不可以呢 超出呢 這個 常人 而做出呢 不一樣的舉動 那這一種呢 都是 壞亂佛法 啊 將這個大聖法呢 這個 空性 不執著 啊 然而就變成 顯易惑重 就像這個怎麼樣啊 破戒行惡 啊 這個 十分 邏行一樣 那這個叫做大聖 這個無我 那這個是壞亂法義 那不可以 那 所以呢 現在呢 他提出來 這個 不但是說 表示說 不可以以壞亂法義來講 也不可以將這個什麼 方便道呢 認為呢 形同活道來說 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可以 九 為學者 令事內外 猛浪之說 猛浪之行 精明容窟法門 啊 這裡有個猛浪 猛浪是什麼意思呢 哎 就是 言行 清帥 茂斯 啊 哎 這個猛浪呢 我們實際上看到猛這個 中國呢 在演劇裡面叫猛浪之徒對不對啊 哎 就是茂斯啦 就茂斯鬼 啊 這清帥 言行清帥 茂斯 啊 哎 說呢 為讓這個初學者啊 啊 世內外猛浪之說 哎 意思說呢 哎 這個有很多人 啊 來學習 那學習的時候呢 你所 這個聽人家所說呢 有時候怎樣啊 啊 所說茂斯清帥 啊 甚至前面 前面的怎樣啊 十分柔行啊 猛浪之行啊 啊 嗯 同時呢 也要為初學者 讓你知道 容窟法門 容代表大聖 窟 代表小聖 啊 讓你知道呢 大小聖的法門不同 啊 十 為令學者 內政之時 選別學區門復 大小碩益 取捨得以 不妙此瓦利 未流離諸 啊 第十個呢 就為了讓我們初學者啊 內政之時 啊 也就是說呢 你透過教理常觀 啊 這個內政的時候呢 知道怎樣呢 啊 選別學區門復 啊 小大受益 讓你知道呢 啊 這個大小聖的不同 啊 啊 讓你 取捨得以 啊 什麼時候呢 啊 何謂為正 何謂為邪 啊 正要取 邪呢 要捨 啊 不妙持瓦利 未流離諸 啊 才不會呢 將這個瓦片啊 以為是 什麼 流離 啊 啊 啊 這個流離呢 是很貴的 啊 這個瓦片呢 是很便宜的 啊 啊 也就是說不要 以凡濫 濫 啊 也不要將小聖呢 等同於大聖 啊 說 為此實義 須受世庫觀也 啊 為了這十個法義呢 所以要先說 小聖 那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看下面呢 詩記 接著呢 我們來看到 下面講呢 詩記者 札路 詩記 所謂的詩呢 就是指 張安尊者 啊 那這個呢 大部分都是智者大師所說 然後呢 張安尊者所記 那後 後來在整理當中呢 那 對於智者大師呢 裡面的詩意呢 那有時候 張安尊者 啊 他自己 補充的 看法 啊 然後 他就寫為 詩記 啊 所以在天台帳裡面看到 詩記呢 就是代表呢 哦 下面是屬於 張安尊者所說 啊 那其他的呢 就是屬於智者大師所說 啊 那下面呢 張安尊者呢 啊 給我們一些 啊 這個 整理意見 啊 他講 身文 念出苦地為首 圓絕 極地為首 菩薩 道地為首 啊 那下面有通教菩薩 別教菩薩 圓教菩薩 有沒有 有 你看喔 這裡就一次呢 就展開了就變成 藏通別園 有沒有 啊 所以這邊先展開 啊 那我們這一邊呢 展開就有呢 藏通別園 但是在這邊他有沒有寫 藏教在上面 沒有 所以你自己本身要會看 天台帳有時候裡面呢 他沒有寫出來 那沒有寫出來 你怎麼知道呢 你先看看旁邊的 他怎麼寫 你看這邊有寫通別園 對不對 那這一邊就是什麼 藏教 對不對 那你若是對內容了解的話 以前我們在講教學次第 對不對啊 生文呢 觀苦地入道 元節觀極地入道 菩薩觀道地入道 對不對啊 你若對這個教學裡面熟悉的話 講到四地的時候你就知道 哦 這裡就是在講藏教 所以有時候呢 他在這個天台帳裡面啊 他未必會寫出來 藏通別園 那這個時候你對內容要熟悉 那你才知道呢 他現在到底是講到哪裡 還有一個呢 你看呢 這一邊別園他就講什麼 藉外 有沒有看到 他講藉外 有一個藉外 那前面就是什麼 藉內 對啦 你馬上要知道 藉內就講生死藉 藉外就講 涅槃藉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呢 別園我們都是寫藉外 所以呢 第一個你要有個概念 大聖就是講藉外法 第一個 大聖就是講藉外法 但是呢 我們在教學當中 時常把這個原教啊 給他寫為法藉 對不對啊 那這個最主要呢 我是在區分啊 這個菩薩聖跟佛聖的不同 所以才幫你寫一個法界 但是呢 經中呢 他不會時常出現法界這個名詞 他時常出現是界外法 但是這個界外法呢 有時候你就不曉得呢 那到底是講別教的菩薩聖呢 還是講原教的佛聖 我們現在啊 這個有這麼一點麻煩 你對教理不熟練的時候 你就不曉得啦 甚至你會將界外的大聖法 跟界內的大聖法呢 也搞混啦 也搞混 會這個樣子 所以除非你對這個教學的內容 很熟練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講 障通別遠講哪一個 不然你就不曉得 所以這個就是 基本的你的內涵要夠啊 不然你看這個呢 你看不出來 他到底現在要講哪裡 那 好了 那現在這一邊呢 我們先看 障教 障教這一邊呢 聲文觀什麼 練出苦地為首 也就是說呢 手呢 是要第一啦 對不對 入道 入道呢 他觀苦地 元節觀幾地 菩薩呢 觀道地 那這一邊呢 苦地為首 是觀什麼 哪個苦地為首 啊 這一邊是怎樣呢 觀 苦疾滅道 的什麼呀 苦地 換句話說這一邊是觀什麼呀 觀世聖地 那 觀世聖地的苦地 那 極地呢 極地是觀什麼 啊 這一邊是觀 十二 因緣 那菩薩的道地呢 四六度 四四六度 四四六度 三十七道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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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猜錯 六道坪 道地 道地 道地是指什麼 菩薩觀道地 為什麼要觀道地 道地是指什麼 在這個藏教的道地是什麼 在這個藏教的道地是什麼 是什麼意思 苦是 逼迫相 即是 召感積聚 合合相 道呢 能修對志相 對不對 在對志 那能修對志 那這一邊的道地是 是指什麼 道就是解脫道 解脫道 解脫道 解脫道的是 智利亞是利他 菩薩在智利亞是利他 對嘛 利他嘛 利他關這個道 種種的解脫道 那種種的解脫道是關什麼 來再拆來趕快 看有沒有人猜對的 不是六度 不是六度啦 這邊的道地是 指什麼 五庭心三十七道品 不對啦 菩薩是要度化誰 眾生 是指哪些眾生 菩薩是要度化哪些眾生 像你們喔 可能只能夠拿餅乾糖果給你吃而已 啊 對啦 他最主要教化對象是誰 對嘛 生文言結嘛 一般的人才拿糖果餅乾嘛 對不對啊 那糖果餅乾需要菩薩嗎 世間反覆可不可以 也可以嘛 佛出世最主要是講世間還是出世間 對 最主要是度化是講出世間法 不是世間法嘛 對不對啊 那出世間法 那佛就說什麼法 啊 還想 出世間有哪些人啊 有生文 有元結 有菩薩 對啦 講三聖法嘛 這三聖行人是他度化的對象嘛 那這三聖行人度化他去哪裡 對 入一佛聖嘛 所以最主要是在出世間法 所以菩薩的道地呢 實者道地 是在講什麼法 以活聖 以活聖 十二因緣啊 十二因緣啊 也就是他度化的對象就是身文言結 所以 所以呢菩薩法有沒有離開 神文言結法 沒有 實者沒有 所謂的菩薩法呢 就是學神文跟言結法 那神文只有寫什麼 四帝 元結 寫十二因緣 菩薩 利益眾生 利益眾生 實者就只有兩個而已 就是四帝跟十二因緣 所以這邊的道地呢 就是指呢 四帝跟十二因緣 種種種的解脫道嘛 對不對 為身文人說什麼 說四帝嘛 為言結說 十二因緣嘛 對不對 那佛才為菩薩講什麼 六度 對不對 那菩薩教化就是身文言結 所以你這個呢 有時候我們會一直搞錯 這個理念你搞錯以後呢 還以為說有另外一個東西 以前我也是這個樣子 以為菩薩法跟身文言結 好像完全都不一樣 後來才發現原來搞錯 原來搞錯 原來菩薩呢 所學的方法就是 那身文言結的總和 那所以菩薩法有沒有離開身文言結法 也沒有 就像大聖講的法界觀佛聖 有沒有離開身文聖 所以也沒有 也沒有 原來佛聖是什麼 身文聖的究竟圓滿 他的究竟圓滿 對不對 所以這邊藏教呢 苦地 苦地這邊是講國 觀國 那幾地呢 觀陰 對啦 那道地呢 就是呢 講這個苦地跟舌陰緣 有果跟陰 那就有利頓二根 對不對 這個兒入 那通教講媚帝為首 媚帝 三聖行人 同觀 無聲 那媚帝呢 就是講真地 就是講 體空觀 極色是空 那相對藏教來講 那這樣藏教就講什麼 對這邊就講西空觀 這邊就變成講西空觀 媚帝這邊就變成講呢 體空觀 三聖同觀 滅帝 滅帝又叫做真地 跟著呢 這一邊是屬於界內 這邊就是界內 相對這一邊就是什麼呢 別教是界外 那界外的別教 別教這邊就專門講什麼聖 菩薩聖 這邊講菩薩聖 那菩薩聖呢 這一邊 道地為首 為什麼觀道地為首 這邊為什麼觀道地為首 因為他是菩薩 這還是你說的 這不用你說嘛 別教就叫菩薩 菩薩聖 這別教菩薩聖 讀菩薩法 那為什麼是觀道地 道就是種種的解脫道 一種種的解脫道 就應該想到什麼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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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應該想到什麼 道地 這邊應該想到什麼 有沒有看到界外牌 有沒有看到 對 對啦 那 整個世教展開呢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跟三觀結合 你看喔 整個天台家在講 三觀世教說 三觀世教說 這個你一定要知道 天台家 你整個一開展 你一定要用三觀世教說 來做搭配 對 對 你才有辦法知道 他到底是講什麼 講到哪裡 前面 我們就講的體空觀 西空觀 對不對啊 界外 一看到界外 就要想到 這個 四地觀還是圓融觀 講到別教 這一邊 就是在講 最主要在講 假觀 對不對啊 前面界內 最主要是在講 從假入空觀 對不對 界外最主要菩薩聖在講 從空入假觀 四地三觀的 從空入假觀 這是他的特色嘛 對不對啊 全教菩薩聖的特色 原教的佛聖就直接講 中到第一觀 所以你這個三觀世教 你一定要會先搭配 你才知道 裡面現在講什麼 對不對 那這一邊呢 最主要是在講這個什麼 講這個 從空入假觀 從空入假觀 道地菩薩呢 正空不住空 還入三界 利益眾生 對不對啊 那眾生就要怎樣啊 無量的法門 度化無量的眾生 對不對 那這一邊就是道地為首 用假觀 用假觀 無量的法門 所以說無量的法門 實則 禮觀只有幾個 如果是從空入假觀進來 那就只有一個 從假入空觀 他入界內 他入界內講 從假入空觀 那就有屍體二空觀 渡化呢 利盾二根的行人 斷生時 正涅槃 入正空性 那原教 那原教 剛才我們講 也叫界外 那這邊我們叫做什麼 法界 滅帝為首 官滅帝 滅帝就是指什麼呢 埃子直觀 中道第一觀 那也就是呢 直接觀什麼 觀法界觀 無一不是法界的顯現 那這邊體用相極論 對不對 假觀呢 一體其用 那這邊 原教 法界觀 體用相極 那所以 別教再講 利他 界內 斷煩惱 斷生時 正涅槃 這一邊呢 是在自立 入正空性為 終極究竟 菩薩呢 假觀 一體其用 對不對 到原教 中道第一觀 體用相極 以自立立他一如 所以 界內講自立 界外講立他 到了法界 自立立他一如 所以 你前面學過教學 後面這一邊呢 一句變四句 就好像是怎麼樣 做整個呢 他的鋪排 也在做他的融合 所以天台家呢 你前面 若是教學 沒有先學的話呢 後面這一邊呢 那你就看不懂 因為他現在出來 就變成 一句變四句 然後告訴你呢 大小聖 他的差異性在哪裡 他的不同在哪裡 來 又 聲文總相關 原覺 別相關 菩薩 總別雙關 通別 界內外赤地關 原教 界內 外元關 我們看到 聲文總相關 聲文呢 頓根 關什麼 總相 那總相就是指呢 苦地 試煉處的苦地 國 就是關國 原覺別相關 十二陰眼別相 關別相 十二陰眼 一一個別關 那菩薩呢 總別雙關 菩薩 度化的對象 就是聲文言結 所以是什麼 總別相關 那這邊是藏教 通教 通教有怎麼樣 通後 別元 通後別元 所以別教他講什麼 界內外赤地關 若是通別的話呢 通別的話 那界內外赤地關 那就是通圓呢 圓是什麼 界內外 元關 所謂的元關就是元種關 界內外就是生死界和 涅槃界 就生死界和涅槃界 的元種關 那 那 下面講這個三甲 有聲文 因成甲觀為首 好 元絕相敘 相敘 為首 菩薩相代 為首 那這一邊呢 開三聖 聲文人 聲文人呢 這一邊 我們可以看到呢 因成甲 最主要 最主要是在講什麼 眾因言 所生乏 那這個 是在講什麼 界內乏 在講界內乏 眾因言 所生乏 就是 因成甲 那 元絕 觀相敘 甲 為首 相敘 就是怎麼樣 赤地 對不對 那元絕觀什麼 觀 蛇因緣 蛇因緣 是不是生命的流轉 對不對 那是不是 赤地相生 赤地相生 相敘 所以呢 元絕 相敘 甲 為首 菩薩呢 相待 假為首 所謂相待 相待 相待就是對待的 為什麼有我 對 因為有你 為什麼有男人 對 因為有女人 這個就是什麼 相待 那菩薩呢 菩薩叫做大聖 相對就是什麼 有小聖 聲文叫智利 菩薩呢 利他 有沒有 那這個是不是相待 所以菩薩聖是什麼 相待 假為首 有小聖 所以有大聖 你看喔 這個內容呢 名詞都不一樣 對不對 法義可不可以融通 可以 那所以呢 你要知道 你看他 然後來想他的特性 看他的內容 來抓他的特性 那所以呢 如是是意 你才有辦法 不然呢 你看這個東西呢 哇 這個到底是講到哪裡呢 都不知道 好 來問 道品六度 何者為正 這裡有一個正 既然有一個正 就有一個什麼 不是邪啦 這邊在講正 正道跟一個助道 道品六度 道品六度 何者為正 也就是哪一個是正道 哪一個是助道 那正道跟助道是怎麼分呢 這邊的正道跟助道是怎麼分呢 所謂的正道就是理 理 理 理說 理說是指什麼理呢 這一邊就是直接指什麼 十項理 十項無聲理 那助道呢 就是指四項 也就是說呢 立根的人啊 直接由理觀而入 但是呢 頓根的人 雖然知道有沒有辦法入 沒有 沒有辦法 甚至有的呢 沒有辦法知道這個理 那就要透過什麼 四項 整個助道法 就譬如講呢 哎呀 我們也知道十項無聲啊 雖然知道無聲 但有沒有辦法 現在就無聲 沒有 有沒有辦法空掉 沒有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們就要透過什麼 種種的助道法 種種的助道法 就譬如講 哎呀 我現在呢 這個貪心很重 貪心很重 那怎麼辦呢 修不進觀 除了修不進觀以後 還有沒有辦法呢 對 我們也可以透過怎樣啊 這個布施啦 施捨啦 對不對啊 來幫忙助道 除了這個布施以外 還有沒有呢 對啊 我們也可以透過怎樣啊 我們也可以透過慈戒啊 對不對啊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透過忍辱啊 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禪定啊 透過精進啊 可不可以 對 這種種的方法都是為了怎麼樣啊 讓我們對峙我們的貪 因為貪所以不能夠入實相 所以這個大波內盤經裡面啊 這個佳瑟菩薩 這個問釋迦牟尼佛說 哎呀你說呢 世尊你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我怎麼看不到啊 世尊說 只因貪嗔吃所遮 眾生就是斷除了貪嗔吃 煩惱以後呢 佛性就自然顯現出來 那這個跟這個一不一樣 你也知道無聲啊 那但是有沒有辦法無聲 沒有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 對因為有貪 因為有貪所以就不能夠怎樣啊 就沒有辦法空 對不對 啊就沒有辦法空 那這個樣子我怎麼辦呢 就修對制法 幫忙你入 無聲 所以呢立根的人啊 直觀 無聲 禮觀 敦根的人呢 需要諸道法 試修 所以這邊有一個什麼 正道跟諸道 大金雲 大波內潘金獎 一地至十地 明智慧莊嚴 六度波羅蜜 明福德莊嚴 那這裡有一個什麼智慧莊嚴有沒有 一地到十地 一地到十地 它是智慧莊嚴 那福德莊嚴呢 福德莊嚴為什麼 六度 那這個樣子 哪一個是智利 哪一個是利他 福德是利他 福德是利他 福德智慧是智利 福德智利 福德智利 智慧是智利 福德是利他 答對了 很厉害 你怎么看出来 一地到十地它是智利 这个也要讲出一个所以然来 你不能够用猜的 为什么 为什么是智利 什么叫智利 自我烦恼的断除 对了 所以你要想到这个烦恼的问题 一地到十地就是什么 地地断货 对不对 那烦恼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对是自己的 所以一地到十地 自我烦恼的断除 自我烦恼的断除它是属于智利 对不对 那六度讲到什么 不失慈戒 忍入精进 这个怎么样 这是什么 属于利他 这属于利他 那福德像 福德就表现在什么 像豪 这个福德表现在像豪 那像豪是外在还是内在 就外在 这个智慧呢 就表现在内在 那法法 明无凭 一恋随习为正 兼行六度为助道 对但是前面没有讲正道跟助道 那这样子智慧跟福德 哪一个是正道 哪一个是助道 智慧是正道 智慧是正道 福德这边就是助道 对的 那下面呢 讲说这个什么 法法经讲这个什么 无凭 对不对 这个法法无凭 第一个是什么 随习 随习 第二个 第二个 读诵 读诵 第三 说法 真行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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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五品里面 一恋随习为正 一恋随习为正 这边正道 那说奸行六度呢 是属于什么 助道 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福德 知良 奸行六度 你看到前面是福德之良 那随习呢 为什么他正道 对这个 嫉妒的烦恼 你去哪边翻 我怎么没有翻到这一句 随习为什么是正道 随习为什么是正道 随习 随习所说 随习所说 随习所说说什么 华 什么华 空性无声 什么空性无声 随习 随习所说 随习 随习所说 正道 随习 随佛所说 信顺不移 说什么法 说一时之道 法界观 那所以这一边随习 随习是属于什么 佛所说的法界观 信佛所说法界观 那所以这个法界观是什么 正道 但是呢 听佛所说 但是能不能够误入 不能够误入 不能够误入 我们就要怎样 读诵 说法 坚行六度 到这一边都是属于怎么样 助道法 这一边都是助道法 那正行六度呢 这里就是都是正道 所以呢 使者从读诵说法 到坚行六度 使者都是属于 助道 那这一边最主要为入道 一时之道 法界观 禁灵 维摩节经这一边讲 道品善之事 六度为等履 道品三十七道品 善之事 所谓的善之事 能引导你入佛 去入佛圣 这个善之事 那六度为等履 等履就要陪伴 就是富的 那道品 道品哪些 哪些道品 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为什么是正 三十七道品 有哪三十七道品 第一个是什么 试炼处 跟着呢 试正情 试如意足 跟着五根 五立 曲绝之 八正道 他为什么是正 他为什么是正 你看这个要时常问 为什么 他那么多 为什么他是正 三十七道品 第一个讲什么 试炼处 讲试炼处 试炼处呢 关什么 关 身 受 心 罚 对了 身受 心罚 最主要呢 在讲 哪个炼处 以前呢 这个 我们在讲 这个试炼处的时候 你看 观 身 怎样啊 受不敬 观 受 受苦 是苦 观法呢 无常 无我 观法无常 观法呢 无我 啊 关心是无常 观法是无我 那 那 无我 我最主要是在指什么 我 我最主要就是在讲这什么 本体 本体 本体就是在讲什么东西啊 对 就是在讲这个实相 在讲这个实相离 在讲这个实相离 实相离 我们透过什么来讲 中业 守生法 还有呢 我们是不是 实相离 我们通过什么 我以为你知道 这一边我们通过什么 教门 和什么 关门 有没有 教门讲 中阴言 所生法 关门用 西空关 对不对 教官二门 都在明 果的不实 真实相 是 信空 无声 有没有 那藏教主是通教一样 别教 言教都一样 只是这个离不同而已 对不对 这个离不同 所以最主要要进入到什么 这个 法无我 讲这个实相离 他讲这个法无我实相离 那所以呢 这个练处关 这个试练处的练处关 最主要就入到这什么 实相 讲这个实相离 那里面的实相 那实相是我们所依规 对不对 所以这边才会讲说什么 37道品是什么 是正道 6度呢 为 助道 所以这边呢 练处因为有礼 所以呢 你后面会不会偏调 就不会偏调 就可以一直正上 那三姐偷门 住开门 乃至不敬 住破滩 三姐脱门 由这个怎样 空性无声 开出怎样 空 无相 无作 这个三姐脱门 那实则 那实则 他这一边是属于什么 住开门 乃至不敬 这个都是属于什么 住道 圣处 圣处 住眼中 不自在 十一切处 住眼中 不广谱 无量心 住福德 并住 开门 法 那这一边有讲 圣处 住眼中 不自在 圣处 圣处是指什么圣处 对 八圣处 也就指了什么 八被蛇 八解脱 那这一边住眼中 不自在 是指什么 就是指不静观 八被蛇又叫做八圣处 有时候又叫做八解脱 他意思是都一样的 那在这个 这个八圣处里面 他要什么 内观色 外观色 内观色少 外观色多 还是内观色多 外观色少 那这一边 最主要是用不静观 所以住眼中不自在 住眼中不自在 因为他要做不静观 那十一切处 住眼中不广谱 十个一切处 住眼中 这个不广谱 他在讲什么呢 这里的一切处呢 他观什么呢 观这个什么 青黄赤白 观什么呢 地水 佛风 还有呢 空事 说不骗呢 住眼中不广谱 也就是说 他还有什么样啊 青黄赤白 地水 佛风 这个还不能够呢 骗一切处 因为他还有怎样 还有极限嘛 那无量心 无量心就是指 事无量心 一般是怎么样啊 先观事无量心 再观一切处 那这边无量心 住福德 并住开门法 事无量心 有时候呢 这个事无量心啊 实者不是只有 大圣才修 这个慈悲喜舍啊 小圣修不修 小圣也修 实者呢 我们时常讲说 这个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呢 是属于大圣法门 对不对 实者小圣也修啊 为什么小圣要修呢 那这个 他这里为什么是 祝福德并住开门法呢 慈悲喜舍最主要是什么 消除脏道法 消除你的脏道法 那我们呢 这个障碍啊 障碍有怎样啊 有滞障 还有什么 他障 智障就是自己呢 障碍自己 对不对啊 自己障碍自己呢 就好像我们的什么啊 贪嗔等烦恼 对不对 是不是自己障碍自己 这个是自己障碍自己 那除了自己的贪嗔等烦恼 还有怎么样啊 他人的障碍 他人的障碍 对不对 就像呢 这个你在对外呢 种种的不如意 对不对 人家没事呢 但是患到你呢 就有事了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障碍 对啊 这个也是一个障碍啊 对不对 所以有智障 还有什么 他障 那这个呢 慈悲喜舍最主要是怎么样啊 他障 是他障 外面的障碍 因为慈悲喜舍最主要是利他 是利他 所以消除呢 外面的障碍 那自己的障碍 贪嗔多 那你就怎样啊 看是修行这个不敬观啊 慈悲观啊 对不对啊 那这个智障就修行那个 那慈悲喜舍利他最主要是他障 所以能够助开福德 对不对 利他 这福德 助开法 下面讲 问曰 道品是有肉无肉 那这个道品呢 到底是有肉还是无肉呢 答 大论对位 各有差降 或有肉 或无肉 大制度论里面呢 对位这个位阶来讲啊 这个位阶不同呢 有时候这个道品呢 就是有肉 有的时候是无肉 那现在成论讲 成论是属于大圣 还是小圣的论点 对小圣的论点 诚实论 论呢 念处不退 念处不退 但是念处在哪个地方 哪个位阶 好了 这个大制度论里面讲 说怎样 这个成论 成熟论里面 念处不退 念处不退在哪个 对在别相念 总相念这个地方 念处不退 那你在哪个位阶 外反位 外反位哪个位阶 我听心 别相念 总相念 你在哪个位阶 你在别相念 好 若是你在别相念 那你退不退啊 你要退不退 退 这里写不退 那我问你 你退不退啊 你会退 那这个退不退呢 退不退的问题 这个我们先讲 退不退这个问题 小胜呢 小胜 里面就有什么 有退 大胜呢 退不退 大胜呢 就不退了 大胜为什么不退 大胜为什么不退 大胜以正空性 对了 大胜以正空性 烦恼已断 所以大胜不会再退 他不会退而反复 小胜什么 小胜会退 就有退跟不退的问题 所以退不退呢 是小胜在论 那你像说我们 好了 你想想看 你来学佛的时候 是你直接来学佛呢 还是透过亲戚朋友 拉你来学佛的啊 大部分是不是透过人家的邀请 然后才来慢慢参加法会啦 送经啦 听课是不是啊 自己来学习的呢 这个是有 但是这种人就少 光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人都会害怕 对不对啊 所以自己来学习的呢 是有 但是这种人就比较少 那你可以看呢 那这个亲戚朋友 带我们来学习 哇 为什么他要带我们来学习 因为他很精进 对不对啊 哇 很狂热 这个有多好 又有多好 一直鼓吹你 所以你才跟他来的嘛 对不对啊 好啦 但是你来了之后呢 后来你会发现 反而会患到你很热情 很狂热 当时介绍你来的那个人呢 还来不来啊 不来啦 还听不听 不听啦 现在只看电视而已啦 对不对啊 他再也不来 可见这个怎样啊 他退啦 变成你怎样啊 你不退啦 你进 对不对啊 退相对就是进 反而你进啦 他呢 他退啦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有进 有退 那为什么人会退 为什么有这人 学后后来呢 他不学佛 他去学其他的 为什么 这为什么会当叛徒呢 因为这个叛徒啊 大部分的人都是怎样啊 来 他不是呢 真正来学习 他都是怎样啊 一般都是怎样啊 求财 求感应 这一些人 才会退 我为什么要来学佛 我为什么要诵经 那我求感应 那 要给我们啊 这个家庭如意 事业增上 赚很多钱 对不对啊 乃至家庭不如意 没关系 赚掉钱 我就认为这个什么 好 有感应 那赚不到钱呢 他就觉得这个吧 这个好不好 不好 说你欺骗他 所以一般会当 叛徒的人 都是怎样啊 求钱财 求感应 这一些人 一旦让他求不到 他就离开 当时求得到的时候 他就认为这个 好不好 好 现在求不到 他就认为不好 所以这种人才会 当叛徒 那还有一种 那像现在你 你会不会当叛徒 哪里不会 你讲太早啦 哪里不会 也会啊 那为什么学习 会当叛徒呢 于理不明 这一种人才会当叛徒 乃至怎样啊 回大向小 这一种人就是于理不明 他第一个 为什么会回大向小呢 大圣法讲什么 他不知道 看不懂 于是就讲大圣非佛说 看到小圣经典 对啦 这个才是佛所说 那这一种人会退大向小 甚至呢 退小怎样啊 向外道 为什么退小向外道呢 他不晓得小圣法讲什么 小圣法讲什么 小圣法在讲苦空无常 无我 叫你要厌理世间 入道出世间 对不对啊 小圣的出世间法都没有 人间法告诉你什么 十善人天因果善法 结果你不相信因果 对不对啊 只要一味的求取 求不到你就退 对不对啊 也就是说啊 连小圣的出世间 世间法你都不明白 那这一种人也会什么 也会退 所以你看呢 有一些人学佛者 一天到晚去算命 一天到晚算命 连出家者啊 出家人也去算命 也去看风水 天天看 结果那个道场都很糟糕 因为他有没有办法信受佛法 没有 所以天天求助怎样啊 怪力乱神 看风水啊 看命运 天天就看这个 那这种人退不退 退 因为对佛法没有信心 有信心的话 你一明白的话 那你还得去算吗 对不对 还要不要去看风水 就不用了嘛 所以这个第一个淤灵 那你呢 若是对于这个恋处 试恋处 不晓得的话 没有办法真实了解 那有没有办法信受 没有办法信受 还是会退 还是会退 那这里讲说呢 念处不退 念处不退就代表呢 对出世间法你了不了解 那 那念处不退 那这里呢 讲什么呢 讲身受心法 好了 观身是怎样啊 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是无常 观法是无我 好了 那若是能够 观身不敬 你厌离 厌离此生 观受是苦 你不会再执着 爱着外面的世界 那你会去向 世间还是出世间 那你就会去向 出世间嘛 为什么会有退 爱着世间嘛 对不对啊 所以你若是能够入到 世恋处观 时刻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你还会不会退到心 那就不会嘛 所以世尊入魅说 以什么为助 以恋处为助 对不对啊 以什么为师 以戒为师 对不对啊 那这样子你会不会退 就不会退嘛 谁叫你不听佛陀的话 对不对啊 所以才会退的嘛 对不对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回向 请合掌 愿消三丈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苦愿罪障 稀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当 是否 我来自然而言 听佛陀 是否 我们来自然而言 好 词 我来自然而言 我来自然而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